IT全博宝新奇苦选早知道 8月中旬以来三大运营商5G手机全线开门 21日三星Galaxy Note10加5G成为三星在中国市场推出的第一款5G手机 昨天Vivo旗下品牌iQOOL发布首款商用5G手机iQOOL Pro 同时中国移动自主品牌的5G手机先行者X1也正式开启预售 先行者X1是中国移动自主品牌 正面是6.47英寸的AMOLED双曲面水滴屏 FHD加的分辨率支持光学屏幕指纹识别 后置三摄分别是4800万像素的主摄 20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还有800万像素长焦镜头 闲置单摄是2000万的像素支持美颜按态增强 内部采用高通骁龙855处理器搭载骁龙S50基带 拥有6GB加128GB储存组合 4000mAh的电池支持802.11acWiFi 还有双立体声超线性扬声器和USB Type-C 3.0的接口 中国移动先行的S1售价为7988元 目前只有在天猫10086官网首发预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